洛基山脉 狼的王国 野性的天堂 拉近彼此的距离 天涯海角 进入跳动的生命 四川卫视 每周三晚敬请期待 我们的朋友 每周三晚22点30分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大家好 欢迎收看四川卫视 我们的朋友之 宠物的秘密生活 我是宠密家族队的领队 洛奇 为致敬奥运精神 第四届动物趣味运动会 火热进行中 在首轮比赛中 我们艰难击败对手 哥斯拉队后 又遭遇了不择手段的 恶霸犬阎王率领的球球队 猪猪在大卫王对决赛中意外落败 受伤的王子在耐力赛中 为我的妙招激发出惊人的潜力 惊险胜出 究竟我们能否战胜 阎王带领的球球队呢 宠密家族继续为荣誉而战 可爱的动物们 大家好 宠密家族队与球球队 第三回合的比赛即将开始 我是主持人 蓝宇妹妹 这场比赛的主题是 钻洞夺宝大比听 比赛规则为 传访各派出一名选手 在跑道上加速奔跑 根据选手体型 加速跑道长度不同 快速遮掘过墙面上的洞 夺取墙别后面的宝箱 先打开宝箱的选手获胜 当然 宝箱里藏着什么秘密呢 打开它自然就知道了 双方队员请上场 预备 GO 猪猪 一定要赢啊 猪猪 猪猪 我早就说你要减肥了 掐住了吧 Omg 丑密家族队的猪猪 竟然被卡住了 哎哎哎哎哎哎呀 哎呀啊 猪猪 给我钻过去 哈哈哈哈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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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是空的 这个空宝箱是组委会特意设定的 代表着安全的空间 希望大家在野外环境中 注意利用地形空间特点 找到最适应的生存环境 反回合 球场被获胜 先比吧 2比1 猪猪 你太丢人了 我都不好意思看你了 哈哈哈哈 盼盼食品邀您收看我们的朋友 盼盼麦香极味快 越吃越痛快 你来了 给你的 下一场你赢一回 我想和那猴子玩玩 好好演 有你的好处 南宇妹妹说明天的比赛是水上竞赛 怎么办嘛 王子 你是不是二过头了 水上竞赛能是洗澡吗 鸡同鸭讲安娜 鸡同鸭讲安娜 要不还是你来吧 都这个时候了 你们竟然还找理由 真是太让我失望了 也不能怪你 你这么胖 钻不过去也是正常 真的吗 猪猪 既然你真没有担当 但我明天就进行水上特训 给他们点颜色瞧瞧 猪猪 你看 怎么样 这是我为你特别定制的训练计划 虽然我知道狗狗天生都会游泳 但是为了保险起见 水上特训还是要进行的 哎呀 猪猪 你还敢反抗 还敢不听指挥 啊 啊 别想跑 我咬 我咬 我咬你的猪耳朵 哈哈 热身时间结束了 我们一起动起来 给我下去吧你 猪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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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玩不 嗯 狗呢 这么奇怪 猪猪猪跑哪去了 嘿嘿嘿嘿嘿嘿 哎呀 救命啊 吓死猴啦 哼 猪猪 告诉你 我人送外号浪里小白猴 别想吓住我 不信是吧 让我给你表演表演 看好了 哼 看见了没 我浪里小白猴的称号 绝对不是浪的虚名的 猪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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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双方队员均已到场 球球队领队阎王继续手拔 远程聆听比赛 臭猴子 陪你玩 这一回合的比赛为水上夺宝大作战 参赛选手需同步从跳台跳舞水中 游至浮板 冲刺到中央平台 拽线安家按钮者 获胜 猪猪 看吧 这比赛对你没难度 加油 加油 猪猪 你一定能赢的 这场比赛就看你的表现了 二号鼠 给我上 双方队员 走就位 猪猪 上 赢猪猪 丑蜜家族队 猪猪 球球队二号鼠 各就位 比赛 开始 丑蜜家族队的猪猪 率先跳入水中 球球队二号鼠虽然狡猾落水 但仍然快速抵达古板 到底谁能取得胜利呢 猪猪你在干嘛 小快点都比你快 哎呀 惨不忍睹啊 又摔下水啦 丑蜜家族队的初衷 又摔下水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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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丑蜜家族队的初衷 竟然频频脚底打滑 但是依然弃而不舍地冲下终点 球球队二号鼠 迎前军终点 距离胜利 只有一目之遥 竹竹 您要是输了 就永远别吃饭啦 吴俠 丑蜜家族队的初衷 竟然利用身体的特点激起俱蜡 将对手打入水中 球面架子队再获一分 先比分2比2 2名2名 耶 耶 耶 又赢了 我们又赢了 让你们先高兴一会儿 男人 玩点刺激 这一回合的胜利者 将成为本轮对抗赛的最终赢家 获得新的菜园子 并获得本届运动会总决赛的菜资资格 为了荣誉 为了菜园子 大家拼了 和你们玩 看谁赢 这一回合的比赛 是追踪大作战 鼠类天生善于藏匿 而狗狗天生善于寻找 本回合为团体赛 比赛时长一个小时 球球队提前躲藏 宠蜜家族队进场寻找 范薇薇整个公园 在规定时间内 宠蜜家族队成员抓住两名球球队成员 或球球队投降 仅宠蜜家族队获胜 反之则球球队获胜 蓝宇妹妹 我有个问题想问问你 你怎么能知道比赛情况呢 让你看看我的团队 飞硬战队 比赛开始后 他们会分布在赛场的各个角落 随时向我汇报情况 赛场上的一切都逃不过我的眼睛 侦察员 出发 各就各位 原来是这样啊 蓝宇妹妹你太厉害了 球球队出发 一号数 二号数 三号数 给我藏好了 大家听好了 抓到两只我们就赢了 胜利的曙光就在我们前方 球球队已经全部藏好 好 丑蜜家族队出发 大家出发 哈哈哈哈 距离比赛结束还有半小时 丑蜜家族队无任何进展 各队员各玩各的 猪猪还睡着了 球球队就这样轻松获胜了吗 你们这群笨蛋 别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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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丑蜜家族队安娜 找到球球队一号数 真是要开始发力了吗 太棒了 太棒了 安娜好样的 回去就给你买新衣服 太棒了 别玩了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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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宠蜜家族队的王子 没能抓住球球队二号鼠 就这样与胜利失职交臂 王子 你腿长嘴长的 连个小仓鼠都抓不到 不行 我得想想办法 不能让阎王赢得比赛 不能再等了 是你们逼我的 猪猪 情况怎么样 猪猪 咱们能不能赢都靠你了 小心点 去吧猪猪 一定要赢得比赛 再来吧 猪猪 你蹦 并 你 他 穩 别吃惯了 护眼时间 吃吧 吃吧 该去抢王子吃饭 现在距离比赛结束 还有十五分钟 王子和安娜好像有些不对劲啊 怎么躺在地上了 什么 不好 我去看看 你 你 千万不要出事啊 王子 王子 你在哪呢 王子 你 你 你怎么了 这是哪来的罐头啊 不好 有问题 你坚持住 我去看看安娜 这也有罐头 喂的不对啊 没事 安娜 有我在 不怕 你别说话 我给你揉揉 别担心 好好休息 我有安排 按计划进行 什么良好休息 说完 搞不好 我给你担心 我给你担你担心 你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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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责家族队赢得最后的胜利 还是宠物家族队成为最终的赢家 倒计时 十秒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什么 在最后一秒的关键时刻 猪猪成功搜捕到三号鼠 恭喜宠物家族队赢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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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比方 三比二 三比二 蜘蛛 蜘蛛 你骗我 蜘蛛 蜘蛛 好样的 辛苦你了 演戏演了这么久 你是我的最佳蜘蛛手 哈哈 笨蛋言王 你真的以为蜘蛛会背叛我们吗 告诉你 这一切都是我跟蜘蛛计划好的 蜘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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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玩吧 以后你就是蜡蜡队长 蜘蛛 我得查查阎王到底是什么来头 嗯 嗯 恶霸犬是斗牛犬的分支 又办法了 蜘蛛 蜘蛛 今天我错怪你了 有一个重要任务交给你 愿不愿意做我敌 踏入敌人内部帮我们赢的比赛 好 好 蜘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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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早就发现你想利用猪猪 你也太小看我们丑蜜家族的感情了 告诉你 蜘蛛不能胜正 不能使用阴谋轨迹 更不能伤害对手 同时我宣布 经组委会调查 球球队在比赛中 涉及违规行为 为赢得比赛 伤害他人 严重违背了公平公正的运动精神 组委会决定 今日起 取消球球队比赛资格 并对阎王领队 提出严重警告 虫蜜家族 不会回来的 蓝宇妹妹 是真的吗 取消球球队的比赛资格 对 就应该这样 不择手段的行为 绝不能姑息 经过这一轮的比赛 我还想告诉大家 体育竞技 讲的是公平公正 任何投机取消的行为 都是不可取的 猪猪你太棒了 这一路比下来 我其实都是心惊胆战的 你不愧为最佳影帝 以后有机会还会找你的 在动物趣味运动会第二轮比赛中 猪猪扮演了一次双面间谍 并在决定胜负的追踪大作战中 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让我们赢得了最终胜利 下周 我们将赢来最后一个对手 威仙队 请继续陪伴我们 征战第四届动物趣味运动会 我是宠密家族队领队洛奇 我和宠密家族来到这里 在带给大家欢乐与幸福的同时 还想告诉大家 我们是人类的朋友 希望大家都能关注我们 爱护我们 保护我们 关爱我们的野生朋友 拒绝伤害 人人有责 四川卫视微信公众号 宠物视频上传分享开始啦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关注四川卫视公众号 你也可以将你爱宠的精彩视频 上传给我们 就有机会在节目中 与全国观众分享宠物 带给我们的快乐与幸福 我们的快乐与幸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只十米长的巨型鱼类 在奥斯洛布的近海转悠着 这个前半身像鲸鱼 后半身却像鲨鱼的大家伙 人们快速地划着船 密切地注视着它 一声呼喊 打破了沉寂的海面 它是世界上最大的鱼类 金沙 巨大的金沙 就像被施了魔法一样 着迷地跟着渔船 这些宾威动物金沙的出现 在一夜之间 让菲律宾仪的小渔村 换了个模样 变成了全世界的人 都羡慕了村庄 这个小渔村 瞬间富裕起来了 有一天 突然来访的金沙 给小渔村带来了 无限的惊喜 这个意外的惊喜 能持续多久呢 奥斯洛布的小渔村 位于菲律宾素物的南部 因为这里有金沙出没 世界各地的金沙民们 都勿名而来 让这个原本安静的村庄 一大早就开始忙碌了起来 这时金沙迎着海浪 缓缓地游了过来 眼前这个张着大嘴 吃东西的家伙 就是这个小渔村的 首顾天使 大金沙 一只成年的金沙 身长可以超过15米 体重能够达到15吨 你可别看它 长这么大的个头 它却是只吃浮游生物 和小渔虾 善良 温顺的家伙 虽然是鲨鱼类 但因为吸水的方式 和鲸鱼很相似 所以被叫做金沙 小渔村 有金沙出没的消息 传遍了全世界 因此小渔村 成为了奥斯洛部 最出名的地方 去海边碧京之路上的 雷尼宝家 是这个小渔村最幸运的 老板雷尼宝 每天的工作 就是开心地 数着游客的人数 这些游客 有些是来看金沙的 有些是潜水爱好者 观众朋友晚上好 今天向大家介绍 小渔村的景象 眼红雷尼宝家的隔壁大叔 在他家旁边 修起了纳凉亭 现在但凡手头宽裕的村民 都投资到了旅游产业 下面我们一起 来关注价格的变化 有些人挂出了 低于雷尼宝家的价格 看来低价格 还是很有吸引力的 游客们静止走向了隔壁 这红火的行业 到哪里都是竞争 和竞争在熟络的村民之间 好像也不影响什么 看 一般只在院子里 数人头的雷尼宝 也亲自出来卖票了 你可别小看这张门票 一票通用 一票全包 虽然价格贵了一点 但是占地里位置的 有时很多游客 还是会选择雷尼宝家 这波雷尼宝家 又在扩建停车场了 瞧这位大叔 为了多拉两个游客 快艇上连着竹筏就拉出来了 以前全村一起经营金沙旅游业 随着游客的增多 现在分成三家经营了 虽然海里有很多只金沙 但它们不属于任何人 为了让金沙在自家游客身边 多待一会儿 村民们只有往金沙嘴里 不断地喂着食物 零虾的消耗比以前更多更快了 没有食物 这是最终的 最终的 最终的 最终的食物 没有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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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时间的流逝 村民们因为金沙 开始犯愁了 因为海里的零虾 基本被捕捞完了 金沙的食物 开始告急 那天晚上 渔民们为了解决 这个共同的难题 又聚在了一起 打起捕鱼用的照明灯 一个个都来捕捞金沙的食物了 渔民们一次又一次地打捞着 还是没有 以前只要打灯 就会有无数的零虾围过来 难道 真的被渔民们捕完了吗 为了一探究竟 我们设置组决定潜入海底 帮渔民们看看 这些零虾和浮游物 到底还有没有 海葵 就是浮游生物的标志物 在它旁边打起灯光 却只有少量的浮游生物 聚了过来 要是六个月前 在水下打灯 浮游生物多的 根本看不见前面 为了让金沙 能够多逗留一会儿 无节制的捕捞鳞虾 现在出问题了 这小小的鱿鱼 也是吃浮游生物的 也是吃浮游生物的 原来海底啊 除了金沙 还有这么多的鱼类 都是靠浮游生物生存的 金沙用这种方式来告诉人们 看似取之不尽的资源 如果一味的索取 总有一天资源会枯竭 让人们措手不及 这都几个小时了 只有少量的浮游生物 在海里搜索了五个小时之后 村民们终于收工回家了 今天的收获只有这么多了 还不到金沙吃两口呢 第二天 没有捕捞到金沙食物的一个团队 干脆放弃了接待游客 其他勉强营业的团队情况 也并不冷卧 但是没有捕捉到食物的人们就只能眼巴巴地等着吗 当然不了 村民们开始买来大虾捣碎 就是不知道金沙会不会喜欢捣碎的大虾呀 虽然大虾很贵 但是为了不让金沙离开 也为了不让游客们失望而归 村民们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 今天从其他地方开着几个小时的大船过来 等着看金沙的游客也特别的多 不负重望 金沙还是一如既往地出现了 但是问题也跟着出现了 吃了几口大虾的金沙 好像尝出不是自己喜欢的味道 突然开始掉头了 才来不一会儿 渔民们怎么可能让金沙就这么回去呢 为了留住金沙 村民们真是使出了浑身解数 追着他们 再加上第一次见到金沙的游客们 随时开着闪光灯对着金沙拍照 虽然这些金沙跟人类非常的亲近 但被这么多人跟着拍照 对它肯定是有很大影响的 还有一批接着一批的游客继续在涌入 把金沙围了个水泄不通 你们倒是让金沙歇口气啊 因为缺少管理 有的游客甚至还会动手去摸金沙的鱼鸡 别摸我 我会生气的 有时快艇为了躲开拥挤的人们 还会撞上金沙 给金沙带来了伤害 渐渐的金沙也开始躲开渔民 不再跟人类那么亲近 发现问题的严重性 渔民们开始自发地在出海之前 给游客们进行培训 不发动手提供 不幸当天 不开拒绳的线 不幸当地 不光是在线 如果您有进行的线 你不可能把线 就在线 你用线 连批接着 游客们开始尊重金沙的感受 和它保持着距离观赏 也不会那么喧闹那么不秩序 村民们用自己的方式 在守护着这个带给他们幸运的金沙 但有些问题不是一两天就能够发现并且解决的 人们变得急躁了 在天气不好的时候 村民们即使冒险也依然想出海挣钱 但这些冒险在金沙到来之前 都是从未出现过的 这下因为天气 难得找回了如此平和安静的小渔村 以前的这里 两百多个渔民每天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一番和谐的景象 虽然大海不足以让所有的村民富裕起来 但自给自足 过着平平淡淡的日子 何尝不是一种享受呢 金沙的到来 让小渔村和村民们在飞速地变化着 太阳依然从海的那边缓缓地升起 因为是周末 来看金沙的游客比平日还要多一些 源源不断涌入的游客 今天达到了一千多元 以前空荡荡的街道 到现在都停满了汽车 为了满足游客更多需求 村民们甚至开启了饭店 和纪念品专卖店 如今涌入的游客越来越多 为了维护秩序 政府还派了专人统一管理 既减少了村民之间的不良竞争 也保证了能让每一位游客 能见到金沙 脱金沙的福 政府的税收也增多了 在忙碌的人群中 我们一眼就看到了12岁的乔治 在海边帮忙提行李的小乔治 现在已经载着人出海赚钱了 虽然等待的时间越来越长 大家都没有一点心急 美丽的邂逅总是让人激动的 但还是有些心急的人 看着这位女士 这是要自己去找金沙了吗 当然这也是可以的 因为金沙不属于任何人 不管是本国菲律宾人 还是外国游客 人人都希望在这里 能一睹金沙的风采 金沙又一次如泣而至地 出现在游客面前 现在人们一个个都小心翼翼地 迎接着这个奥斯洛布的守护天使 会保持距离拍照 也不会打住他们的趣味 哇 这么近距离地看金沙 一定很壮观吧 金沙给村民们带来了财富 给大海带来了新的生命 但人们的欲望是无止尽的 新来就去 祖辈们留下来茂盛的椰子树 再也找到了 因为现在到处都在建设 停车场和住宿点 他们深信不疑 投资的越多 就会带来更多的收入 村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 他们对娱乐生活也有了追求 我认为已经有9个人 但是 但是 一些人都会有 可以带来 尽管也会有 再接着电池 就会带来 空 这儿 可凡事都有两面性 有好的一面 也有不好的一面 12岁的乔治 一到晚上 就会来这里和朋友们打球 本该是念书学知识的年纪 现在却习惯了 白天在海边赚钱 晚上在外面玩耍的生活 这样一味的发展 究竟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和往常一样 天才刚亮 已经有这么多人等在海边 准备出海了 不对啊 本该忙碌的人们 怎么一个个都望着大海 没有动起来呢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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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乎 两个 你认为这个小物在一起吗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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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金沙出现的消息 可仔细想想 金沙本就是按季节迁徙的动物 它一直停留在一个地方 那才是奇怪的事儿了 几个月以来 每天都会出现的金沙 突然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这让村民们都不知所措起来 就连这个远道而来的大型游艇 也只能乖乖地原地等待了 大家开始你一句我一句地闲聊起来 随着时间的流逝 渐渐地 很多人已经放弃了等待 最后一艘派出去找金沙的船只 也回到了岸沙 摄像机也停在了船上休息了 金沙 你究竟去了哪里了呢 你是永远不回来了吗 等待了几个小时的游客 也只能退票 失望而归来 如果金沙再也不回来的话 这个村庄又会怎么样呢 这也让村民们意识到 金沙不会永远停留在奥斯洛布 是随时可以离开的客人 那种软件还是不能进去 所以你这个村庄接下来 大家看到夜市 所以我太幸运就到了夜市 对 对 对 太好了 但我们 回头 突然出现的巨大金沙 在短短几个月时间 就让这个小渝村 改头换灭 金沙给人们带来难忘的体验 还给大海原有的富饶 给小渔村带来的幸福和财富 金沙用短暂的离开告诉了人们 幸运就像海市圣楼一样 我们要尊重每一个生命 大自然才会把最美好的东西带给人类 金沙我们的朋友谢谢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